Danny Danny 今天把你的宝贝球鞋拿出来了 差的很亮吧 灰熊的亮 那今天是怎麼樣 有什麼大約會嗎 既然把你的寶貝拿出來 不是啦 我是要去參加一個大晚宴 大晚宴 穿球鞋 這不對吧 去晚宴你應該要穿黑皮鞋 怎麼會穿牛仔褲 還破洞牛仔褲 你要穿西裝褲 然後你怎麼能穿這什麼 T恤 黑色T恤 這樣不對 你這個至少要西裝打領帶 將來才能去晚宴 你不懂啦 這個T恤 這個牛仔褲跟這帽子 都是很有意義的 這次去了大晚宴 那個主辦人跟我 以前都是在做海賊的 所以呢 骷髏頭是非常重要的 我褲子的破痛 是當年跟那個鯊魚對抗的時候 所以是很重要的 這個東西呢 是符合這個大晚宴的需求啊 他不是變海賊不能進水 怎麼會跟鯊魚在一起 我只吃一半的惡魔個性 對 不是重點啊 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要去晚宴 就要黑色皮鞋 西裝褲 還有西裝打領帶 這樣才行 懂不懂 就是我要很正式一點 因為他是晚宴 西裝 衬衫 領帶 褲子 西裝褲 黑色皮鞋跟我一樣 OK 好麻煩喔 這不是麻不煩 趕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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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叫你穿的人模人樣的要去晚宴 你怎麼穿這樣 你看 有沒有 襯衫 還有這個領帶 本來就有了啊 對不對 多好啊 多棒啊 看起來是 還蠻聽我的話嘛 但你褲子我就覺得 剛剛牛仔褲這樣不對 褲子 褲子有啦 沒有拉 褲子有啦 有沒有 這褲子也是有這個 有直條的啊 把它燙得非常的平穩 可以割人喔 好好好看 真的是有夠滑 有沒有 有沒有 手差一點被割到囉 嗯嗯嗯 但你穿這種球鞋就不對了 球鞋 我哪有穿球鞋欸 有沒有看到 皮鞋亮晶晶的咧 不錯喔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那你剛剛為什麼要穿成像 電車吃汗的樣子 不是啦 因為那18年一次 我就爬那個 不凝視啊 所以要把自己抱得緊緊 喔 那看 好 時間差不多了 那 你要不要趕快去啦 不然等一下遲到 不急啦 他們現在還在這個 半杯 還要分豬公肉 他們不會輪到現在就吃飯了 半杯分豬公 你現在到底是要去什麼樣的晚宴 那個我朋友啊 他種了爐煮 現在要辦這個流水席 蛤 流水席 啊 對啦 對啦 先走了喔 大家好 我是新世紀形象管理學院的邱施瑜邱老師 西方人的請帖上常會著名Dress Code 也就是在請帖的右下角著名服裝的規定 他會希望賓客出席這場宴會的時候穿著什麼樣的衣服 可是我們有時候很難光從字面上去判斷那指的到底是什麼 因為這個名稱有可能是時代性的不同 比如說 white tie and black tie 它到底指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光從字面上的判斷 或者靠我們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它 照自己的想法去穿它 那麼到了宴會場合裡 可能就只有我們穿的跟大家不一樣 那真的會求到想趕快回家吧 謝謝大家